非有消息 在2025年巴黎行长开幕之时 空客公司的总裁纪姚姆·富里接受媒体专访 他谈了很多关于未来的发展计划 这次谈话表明空客将有可能将A21作为重点 未来也许用它取代A320neo 首先富里说空客公司肯定会在2030年之前 推出下一代的单通道干线客机 这项工作已经不只是图纸 而是进入了准备阶段 根据此判断 新型飞机可能使用Ryze引擎 也就是Leap发动机的下一代替代者 还有可能使用折叠机翼 因为富里说新飞机的空气动力学会更加的优秀 机身更轻 也更加的环保 Ryze的全称是革命性创新持续引擎 它看上去就是涡扇发动机脱掉了外壳 有人说这种发动机可以省油20% 但也有人怀疑它会带来较大的噪音 富里说新飞机会更加专注于现在的市场 它同时表示会加强A220与A320的通用性 而且它还说产品自然的增长趋势是向上而非向下 这几句话合在一起 我们认为是在说空客A220500 也就是传说中的A221 传说中的A221是A220300的加长版 由于一排五座机身更细 它无疑比A320Neo要更加省油 现在的A230300的容量已经达到了160座 只要再将机身加长3.5米便可上升到185座 届时无论是波音737 MAX 8或者是A320Neo 都没有招架之力 A220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 主要是GTF发动机导致的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 新的A221也就是A20500 将选择两家发动机供应商 而且也有人说 A21可能最终被命名为A230 省油是飞机永远的优势 仅仅依靠叫吸的机身 估计A21就会比737 MAX 8或A320Neo 节油15%以上 更长的机身并不会造成上下机的拥堵 有人说因为一侧只有两个座位 登机效率反而会更高 在宽地级方面 傅里明确表示 不会恢复机身较短的A350-800 而是要搞出产品与波音的777-9来竞争 这被认为空客有可能恢复研制A350-2000 这款机型在几年前曾经有人提出过 它是将A350-1000加长了大约4米 使典型两仓布局 从现在容纳约390名 扩展到440名乘客 但容量不是唯一的竞争工具 很多客户现在拥有波音771-312 很容易过渡到77-9 综合傅里的谈话内容 也许空客只有在寻找合适的发动机之后 才会恢复研制类似A350-2000的型号 傅里也谈到了新能源 但是根据他的表态 空客应该不会大搞氢能源飞机 他说做一款氢能源飞机 并且通过认证很容易 但是如果没有市场的竞争优势 那就是错误的 如此看来 他更专注于市场竞争 不愿意在新技术方面冒险 当然 他也没有否定氢能源 他说他认为本世纪下半夜 氢能源能够在行业中发挥作用 空客当前在市场竞争中 明显要优于波音 傅里希望将A420neo系列的产能 提升至每月75架 而美国联邦航空局 现在依然不肯对波音放开手脚 继续限制737 MAX每月产量 不得超过38架 从富里的谈话可以得知 空客希望保持这种优势 这样才能够有足够的实力 进行新型客机的研发 空客的新型客机到底会是什么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